每次新录视频的时候 其实我录完视频 到我来说这期节目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隔了有好几天了 因为毕竟要做字幕的话 这个流程还是挺长的 不是说视频的流程长 只是说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上一期是干了什么事 我先去看一眼上期的视频 这个我们刚找了 这个鹰霸女士 她来告诉我们 这个作为旧式的领客 现在应该去做什么 我们这个有几件事情 一个是解放私生兽 这个还有就是修复我们的西卡石板 再有就是打败加农 还有就是找回这个失去的记忆 咱们先是按照现在有的事情 一线一线来 这里最近的这个神庙 其实算作是一个战斗基础的教学 实践出真知 虽然说有些战斗技巧在你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些NPC 他会跟你说 但是实践出真知 我好像说了两遍是吧 这怎么还做起诗来 这个总之是告诉我们在适当的时机进行闪这个跳跃闪避的话会触发一个反击时间 至于是怎么触发的话 这个不同的这个闪避方向 根据敌人的攻击来决定这个闪避方向 然后呢就会触发 比如说敌人是进行直线或者说是纵向的攻击的话 我们就侧向闪避 如果敌人是横扫的话 我们就向后跳 后身空翻跳跃 比如说像现在 接下来敌人会使用一个横扫式的攻击 一个范围式的横扫 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向后跳 像这样 之后呢连按攻击键就行 我们这里只是作为演示 所以打一下只要触发 这个算作是这个成功的判定就好 然后是盾反 盾反呢是在这个受到攻击的适当的时机按下这个 A 然后可以弹开敌人的攻击 这下呢 这个如果说是一般的攻击的话 不会将攻击反弹 如果是远程攻击的话 一般会把这个弹道给反弹回去 并且呢 这个弹反成功的话 是不消耗这个盾牌的耐久的 最后说的是这个蓄力攻击 只要这个按住一会儿攻击键松开就可以 蓄力攻击除了这样蓄力方式呢 在单手键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我之前已经有提过 但是还没有到需要用的时候 所以我们还没有演示 像这样的祠堂呢 有的时候会就是作为一种失恋 叫做力量失恋 就是专门是磨练你的这个测试你的战斗技巧的 等到真正有难点的时候 我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比较好用的一些套路 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自身储备的这个武器等级不高 伤害不足的情况下 怎么样这个打败一些高级的一些失恋 这里面还有些武器可以拿 拿上以后我们把那个祠堂开了 我们就可以这个进入下一部分 给我们说了要我们去修这个西卡石板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拿到了一些精神石 我们用这个精神石可以我们先提升一下等级 在村子中心的这个湖这里呢 就有一个这个时间女神的这个雕像 我们利用它来提升能力 我们还是提升这个精力 每一次的提升的是消耗四颗精神石 但是呢这个是加在精力上 还是加在生命上的话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是有方式可以洗点 将你的这个所加的点 由生命值切换到精力值 或者把精力值加点切换到生命值 是可以洗点的 所以不用担心 按照你自己需求的加 这个没关系 接下来我们还是往刚才的那个 那个 祠堂那个方向走 但是上面还有一段上坡的路 在那里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 就是说可以给装备升级的大妖精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这个提到过 某些材料啊可以给武器装备升级 这个就是在这里升的级 首先靠近了以后会看到这里有一些 这个妖精这个萤火虫 这个呢是个好东西 这个呢是一个保命的东西 这个最多身上能携带四只 如果你带到够四只的话 就不会再出现这种这个精灵 然后呢你在这个受到致命伤害 要死亡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消耗一个并且 恢复你五格的生命值 然后呢在这个大妖精的周围呢 还会有这个像人参一样的这个 这个翻译过来是胡萝卜啊 这个胡萝卜的效果呢 是这个恢复额外的精力值啊 它但是它在恢复额外的精力值的同时呢 会补满你这个当前的精力值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精力恢复药 我们先来看这里 这个首先要激活这个大妖精 要给它一些钱 这colo vision会找大妖精的 哪里 啊啊 啊啊 啊 啊 嗯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装备的强化 这个大妖精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 是有五个 有四个是用来强化装备的 有一个是根据这个马匹相关的一个 一个精灵 我们主要是找另外一个强化装备的那四个 没找到一个要想解锁的话 就需要花费这个宝石卢比 然后呢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看花费了一百 然后再有二级强化的话 就是要找到另外一个妖精 并且付给他五百 然后再之后呢付一千 然后再付一万 然后一次是这样的花费来解锁 我们现在只解锁了一个 也就是只能升一级 大多数装备要升到两级之后 会有额外的套装效果 这个呢到时候会再说 而且我们会想办法尽快的 让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大妖精的这个位置呢 一般附近都会有一个祠堂 并且呢在大妖精的这个位置周围 都会有一些好东西 都会有一些好东西 所以说有些关键的一些什么 常用的一些材料呢 都会来大妖精这里来收集一圈 然后基本上平时也就都够用了 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那个胡萝卜 接下来我们去这个商店去买一件装备啊 这个我们初始的这个装备防御力很低 而且我们头部没有装备 能多一件是一件啊 先来这个防锯店 我们看旁边这个 他买东西不是找商店老板 而是在货架上直接这样买啊 这个有这个展示架 我们买一个这个海拉尔的斗篷 然后在旁边这有个另外一种衣服 我们看到这个服装的价格非常的贵啊 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是负担不起的 但是也有办法赚钱 但是即使换到了我们现在的流程 我自己的这个路线上不需要 所以现在也不急啊 其实砸锅卖铁呢 要买下这件衣服也可以 看自己的需求啊 这个我们做视频呢 这个因为要精简一下路线啊 不能就是说额外的时间还刷刷刷什么什么的 这就不合适了 我们买下了一个这个海拉尔的这个头罩啊 然后配上这样穿着 然后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烹饪方面的一些套路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拿到的这个胡萝卜吧 这个胡萝卜的效果 前面给大家说了是恢复额外的精力 在喷热的时候呢 单独只拿这一个东西来喷热的话 就可以获得一个获得一点点额外精力的这个效果 但是呢 这个虽然恢复一点点黄色 但是它同时会将你绿色的那部分的精力全部恢复满 于是你就能明白它是怎么用了 在你这个绿色的精力快消耗快完的时候 你只要吃一个恢复这黄色精力的东西 你绿色的那一大圈也都恢复过来了 就不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蚂蚱的 那个只恢复绿色的那个 就恢复绿色恢复一部分 这个是直接将你的绿色精力全部恢复满 我们这还有一些这个普通的这个史莱姆球 我们把它也这个烤上火 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在这个新手村 在新手区那里的有一个祠堂 在东边的这个祠堂这个祠堂那里有什么呢 这里是有我们需要去刷的一种素材 接下来的旅程我们接下来要去修复西卡石板的时候 会用到的一个素材 虽然说是一般流程上说这个素材比较难获得 但是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能收集到足够 让我们修复这个西卡石板重要功能的这个方式 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这里有一些这个守护者 而且此时呢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这个洞这个叫什么 魔法冰块的这个魔法 在这里看地上有积水的这个守护者废墟这里 我们在这里先存一个档 然后呢用这个冰块把它架起来 它会掉落出额外的这些这个守护者零件 但是呢我们看没有掉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于是我们再堵档 用这种方式来反复刷刷到这个出现这个我们需要的核心为止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一次会掉出来两个 但是运气怎么样的话也会有掉够一个 这种时候呢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去找 下一个地方就在这里 大概在这个位置 也是在这个新手区域这个周围 不是很难找 我们又滑翔伞下去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东西 就是说在这块呢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加速蘑菇 这个加速蘑菇呢会在后面是作为我们这个叫做 攀爬套装的收集材料 升级材料 这个好像好像之前有说过吧 好像之前有说过 反正因为每次这个隔的时间很久 我都想不起来上次有没有说过有一些 这个我认为这个重要的地方 看这里又是地上有积水的这个守护者废墟 我们在这里存个档 然后再给它升起来 哎呦没有 这个要多试几次 那么我们就到这个我们成功的那次为止 熟悉游戏门路的人的话 来说的话 这个肯定刷这个核心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是呢作为前期人物比较弱的阶段的话 想要去获得核心的话 还是很有很大风险的 这种虽然不是最效率的方法 但是绝对也是最安全的 至少能让你在最早前期的时候 拿够三个核心 最后一个地方是去这个双子分的驿站这里 这里呢正好也是我们接下来下一个下一站要去修复西卡石板的这个必经之路 我们在这里先这个招上马 然后走到这个 反正我给这个封面上这个路线啊 给大家演示这个路线 沿着这个路线走啊 走到这里这个位置呢 就会有一个核心 有一个这个有积水的这个守护者废墟 在这里的话就可以 好像快到了 就沿着路走啊 就在这个路途上啊 还是老样子在这里先存一个档 然后再 这还有怪物骚扰啊 把这怪清完了以后 在那个什么吧 反正就是在这里 跟刚才说的一样 反正就是这样来确保我们刷够三个核心 好 这个拿到最后这一个我们需要的核心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啊 也有一些磁堂呢 也是会固定有的 但是那个呢 就要绕一些远路 而且呢这个就不再这个会打乱我这个视频设计好的这个路线 因为这个视频里面这个要设计好一个线性一个路线的话 就是说东跳西跳的话就会比较显得比较乱 这里就跟一个这个旅行者这个聊天啊 他这里跟我们介绍他就是他也是在这里算是观光吧 这里叫什么 也是他们这里重要的一个城墙是他们最后这个幸存的城镇最后一道防线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守护者的废墟在这里 不管怎么样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我们的目的地啊 中间路程中也有一些这个磁堂或者说是什么的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听到这嘎啦嘎啦的声音 有听到吗就是这个声音 这个啊 这个就表示这里是有一个哑哈哈的啊 你只要靠近那个分车啊 你就会明白是要我们做什么啊 这个总之是就是说要注意啊哈哈的一个增长 路苏中除了磁堂敌人以外还有一些这个NPC 你这个有一些有些骑士呢 有些骑兵呢可以学到一些战斗技巧 然后还有一些是这个旅行者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旅行商人 这个旅行商人呢跟在驿站的那种旅行商人 就刚刚我们路过的这个这个旅行商人 他是有卖东西的是卖有一些当地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异地的一些特产啊 跟那个那个商人卖的东西还不一样 他卖的东西往往会更好啊 像这种骑士他这个巡逻的这个就是一般会 哎他会教你一些战斗技巧 然后呢旅行者像接下来我们这个遇到旅行者 他有的时候会遇到这个怪物的这个袭击 如果把他们救下来的话 他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这个药剂 或者说是这个料理啊 烹饪好的料理 一般来说呢都是这个特殊型的那种啊 但是我们没有可能有可能是你没有做过的 在你获得之后虽然说是吃这一方面 但是你可以查看他的配方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了 哎把这些旅行者救下 有的时候他会给给东西 有的时候不会 新型松露 新型松露是个好东西 新型松露可以补充额外的生命值 我不知道他说的新型松露 跟我知道的那个是不是一个东西 但因为我这个不懂英语 这个至于翻译成什么就更不知道了 那这是这个骑士 在马背上打游击射弓箭啊 但是很难射中 但是呢有一个功能就是说这个你可以在骑马的时候锁定敌人 然后再举弓这样的话是有一个呃半自动瞄准的效果的 这个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村子啊 这个前面有什么呢 只如果你是把这个区域的这个高塔有解锁出地图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地图上看到这个村子里面都有些什么设施你可以怎么用 但是呢每一个村子都是有个祠堂的 我们可以先去把这个祠堂解锁了啊 而且这个我们的这个祠堂的这个雷达也是有反应了啊 在这里 这个谜题还挺有意思的 嗯 怎么也是一个多解释的那种 这个呢我们先看一下迷面 就是说它这里有一个我不知道这种玩具叫什么啊 总之就是把这个球送到对面的那个平台 然后让它滚进那个凹槽里 但是我们看起来这个操控起来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而且是这个一过了它就会掉下去 然后就重来啊 这个玩长时间如果不成功的话还是很让人抓狂的 但实际上除了这个常规解法以外还有一些其他方式 比如说像是这个这样我先把它这个角度调整好 调整到我能人能直接上去的一个大概位置 然后让那个 我让这个球能停到这个大概这个哎 这个边缘啊 好 然后我再从这边跑过去 这个跑过去一个是解谜再一个就是 反正因为上面有一个额外的箱子啊 你这个反正早晚也要去这个箱子上 所以我就干脆弄到一起 住跑再跳 可以跳过去 哎 像这样 我看这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是个好东西 这个箱子里面是一个狙击弓 这个弓在这个拉弓的时候呢 会切换成第一人称 并且你切换成第一人称 也就表示着你这个目标能瞄得更准 放更大 但是同时呢 这个弓的射击距离也比一般的要多个一半啊 他可以这个射得更远啊 再射得更远 然后剑才会这个坠下 虽然攻击力只有十 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一些功能上还是很好用的 然后呢这个我们看这个谜题怎么解啊 这是一个大石头球而且是你举不动的那种 我们可以用这个 给他打到对面去 打满就可以了 他弹不远 所以还好 然后我们再回去 把这个球给他这个 打进凹槽里 就可以了 这样就行了 就不需要剪这个 但是除了这个多截以外 好像还有别的解法 我把这个球丢下去 然后让他重置一下 总之这个游戏做的真的是很有意思 它有些极有难度 但它不会卡住你 总会有办法 是这样 就是算好一个时间 你看这个球落下去以后 多久快要出现的时候 一翻 没成功 多来几次 就是像这样 像打排球一样的 把他这个球给他拍过去 这样就行了 每次做到这样多解 其他额外解法的时候 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很聪明一样 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制作人 他们设计有考虑到的 包括翻转的这种方式 这个村子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地 这个村子继续往山 它这旁边一座山丘上走的话 会有一个西卡族的实验室 在那里呢 他在做的什么样的研究 他会帮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西卡石板修好 但是呢 在此之前呢 我们这个 就是不来回绕路 他这里会有一个任务 就是说他那里的这个 实验室的能源的中断了 是他那里的这个一种火焰 我们不去接那个任务 我们直接把这个火焰给他这个接过来 从哪边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灯座 这个灯座是没有火的 但是你沿着这个灯座呢 继续贴着左边走呢 你就会找到这有一个小山丘 上面呢会有一个这个蓝色的火焰 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他们的农田 这个农田呢是可以割麦子 这里割出来应该是水稻 看这里黄色这个 一般来说草地里面 虽然说是能割出来的话 但是在这里的话 割出来的概率要更高 我们用这个单手剑 虚力 虚力一横扫 然后就可以割出一大片 这样的话有很高的概率 会掉出这个 这个这个麦子 同时还可以抓点这个蚂蚱 这个蚂蚱虽然说我们以后用不到 但是呢我们以后可以拿它来卖钱 这个卖钱呢不是说直接卖 而是把它作为这个炼药的基底 因为这玩意儿便宜比较多 所以拿它做就比较好 割草这个莫名的爽 割草还能割出东西来 这个真的是很不错 行我们就意思一下啊 不给它全 旁边还有几块地 好像有两块嘛 三块地都可以 就在这里看到 这有一个石头堆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之前准备好的火把 可以把这个火一路这个点着船 船递过去 但是呢这一条路程非常的远 如果你举着火把的话 这个首先不能跑动 因为跑动的话要将武器收起来 一旦收起武器的话 这个会自动将这个火把熄灭 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说骑着马 然后来拿着一个点燃的火把 这种方式 但是骑着马好像点不燃火把 我们先把旁边的这一个灯座给它点燃 然后骑在马背上 注意骑在马背上 如果说是举着火把 不想让火把熄灭的下马方式呢 就不能按这个B键 要按X键 我们骑着马 然后靠 然后这个拿下火把 就用这种方式 然后我们一路上 其实不用把所有的这个灯座都给它点燃 我们只要送到地方就行 但是这个以防万一把灯座点燃的话 这样的话这个火就不会熄灭 你即使中间不小心这个火断了 你还可以在最近的这个灯座上面 再续把这个火续上 再续把这个火车都给它 好 这样就到了 按X把这个从上面下来 就是到这里 还会解锁一个传送点 因为这里以后可能会经常来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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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哈哈 杝克 虑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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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虑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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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实验呢 它旁边还有一个实验笔记 这个微博上有网友还把这个实验笔记 完整的翻译出来了 这里就是修复这个西卡石板上的这个拍照功能 在中间的翻译上里面 在内译上的实验笔记 啊哈哈哈哈 贝雷亚给他拍张照 给他拍就好 你看这个如果说是任务相关的拍照的话 上面会有一个感叹号 红色的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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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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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准备好的这个古代零件 所以说直接现在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这个主线推进了 我们现在可以回去找阴震雷亚最重要的是三个古代核心强化 这个阴震雷亚这个强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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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强烈之后就可以停止生物 也就说我们可以将敵震致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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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给实验室后面的一个太阳箍拍照 就是这里 如果说是还未拍照过的物体 这个会显示有一个黄色的框 如果说是已经拍照过收入过图件的话 它会显示一个蓝色的框 刚才有看到 然后把它剪上 然后再跟它对话 看它有什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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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帮它找三个太阳箍 这个找法呢 也是很简单 你直接在图件里头找到你要探测的东西 然后选定 也可以在地图的菜单里头按外键 然后来切换雷达 然后再来选择 也可以 我们就找太阳箍 我们看向着这个正确的方向靠近的话 这个雷达的反应就越强烈 如果你站得不走的话 它是不会有效果的 必须要向着某一个方向移动 它才会有反应 你看它现在是 看向着哪个方向 这个方向最强烈 然后我们按一下这个防御键 然后指着这个方向 标记一下 我们看大概就是向这个蓝色标记的这个方向 就会有这个太阳箍 这个太阳箍是这个驱寒的 这个这片有一片树林 这片树林里面有很多太阳箍 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 只要是你没见过的这个动植物 你都可以拍一拍 都会收入图鉴当中 如果说是这个图鉴是有全收集 并且是有这个 算是这个完成挑战的奖励 但虽然说没有什么卵用 但实际上做到这一点的话 并不需要你这个什么都不错过的全拍照下来 在你能通关过一次 并且读了这个通关存档 回到这个最终boss前的这个存档位置之后呢 这个你可以来这个实验室来买你余下 还没有拍的这个图鉴照片 一般的这个物品道具还是生物的这个图鉴呢 是100这个卢比 精英敌人和boss的拍照照片 这个图鉴呢是500卢比 但是一般的能玩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呢 你这个钱基本上不抽 把所有的这个图鉴买下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拍下图鉴以后 我们还可以查看它 知道它这个如果说是烹饪或者是做成药之后 它会附加的这个作为主料的这个效果是什么 它也会告诉我们 我们看还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武器装备拍照 你可以把武器装备丢弃在地上拍照 也可以直接背在身上拍照 甚至还可以摆出pose来拍照 我们需要的东西也都有了 我们这个直接可以传送到实验室 实验室我们以后还会再来 我们下次有时有机会的时候再来找他聊聊 说不定他会给我们说点什么 以后再来 我们现在这件事情不是主要的 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 鹰帕女士那边 如果说是这个你已经拾取过的道具 想给他拍照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像这个 你可以把它这个丢在地上 然后再给他拍照 也会收入图鉴 你图鉴如果想拍好看点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 像其他这些你原先这些蘑菇 什么什么什么的也都可以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这个采集了就不能拍照 你采集过的东西 焰也是可以拍照的 好 我们现在去找这个鹰帕女士那边 让他告诉他 我们现在这个有办法来找回记忆了 那么一点点 还可以到这些交流 这边我见到这个鹰帕女士那边 就是这个鹰帕女士那边 就是这边 就这个鹰帕女士那边 看来 如果要症在这边 所以 我们下 哦 哦 哦 嗯 嗯 他让我们先去过这个照片中的某一个地点 然后再回来找他 我们就去这个照片 我们看有一张最容易最安全到达的一个地方 刚才的那张照片呢 是这个海拉尔城堡的这个正门前面 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然后还有如果想知道这个照片当中的 地点的具体位置的话 还可以跟这个画像对话 不过要先完成他这里的一个支线任务 其实我们已经先去过了 我们先跟着他走 估计先跟着他走 这个任务呢 也是要我们这个前面这个西卡石板的照相功能 解锁了之后 他才会出现的 包括这个村子的其他支线任务也是这样的 开照啊 这好说啊 实际上这个大妖精的这个地方我们而且都已经解锁了 只要拍一个阵照就好 这个有这个感叹号图标就表示没问题啊 算是这个作为任务的判定已经有了 我们好像也没什么需要剩下机 哦我们的帽子可以伸一下机 照理说这么明显的一个大妖精应该是很容易找到的 但是估计是只有这个灵克才能看到 而其他人他们这个可能看不到 就像那个呀哈哈一样 但是我们拍了个照他就能看到吗 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他就可以这个靠图片识别这是什么位置 然后我们大概知道了以后就可以好找 这个如果你这个解开了一个地方的话 你可能有的时候遇不到这个画家 他可能会随时出现在一些其他的驿站 总之找到这个画家呢还是很容易的啊 除了在这个村子呢在很多这个驿站也会遇到他 我们接下来还是去这个不去他给我们说的地方 我们去一个最容易找的地方 就是大概在这个我看啊应该是就是这里 我们之前去过这个驿站这里 虽然没有地图呢 但是这是一个呃 离离我们目前能传送的点最近的一个记忆点 我们去这个驿站把我们的马匹领上 然后呢在旁边的这条路上呢我们骑着马往北走啊 但是呢是往北走之后呢就后之后就一直沿着路了啊 这个路会往北以后 然后再往左拐就往西啊 一直沿就沿着这个沿着路一直走 然后再有一个插路的时候又拐 哎就是在这里这又拐过了 然后继续沿着这个路走呢 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有一个马的雕像这个位置啊 在这里呢就会触发有一个记忆点啊 我们可以在照片上可以看到 它是什么大概是哪一张 如果找到正确的位置的话 要靠近那个位置足够近啊 才会有这样的闪光点 然后在闪光点这里查看一下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提供很帮助,谢谢 这个小伙伴和我都已经好处了 起初,我不太确认了他 我认为他应该赢了一切 但它仍然 works 他穿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试试要是比较更 empathetic 能够得到一顿 你不看那岸吗 那一是南来的岸 八越岸的幢度 哪有十年来的一遍 我曾祈祷在冲的勇气,和冲的力量,但也没有任何人在我身上 但可能在那里,可能在冲的智能,最终的三个,会不会是一种 坦白说,我没有真正的理想想想这会出事 但仍然是有机会,那次的一瞬间会改变所有的事情 明天是我的17日子 所以我会去 然后做我的道路 这团记忆当中有公主的白马 其实是可以稍微做齐的 这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游戏设计的 这里有一个算是 不知道是不是算是线索 就是旁边这里不是有一个马匹的雕像吗 这个马匹的雕像面朝的方向 正好就是我们刚才的驿站 而在驿站那里可以接到一个任务 就是关于这批白马的任务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找图片的位置是这样的 我在图片中找到那座山 然后和那块突起的岩石 然后在上面标记了点以后 这两点连接出了一条线 延伸过来的位置 顺着找过来就找到这个位置了 我以前是这样找的 因为我不懂英语 就不知道画家的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线索 实际上正确的解法应该是通过画家那里来找到线索的 但是这样解也挺有意思 我们按照英帕女士说的 你已经找到了一处记忆 然后我们现在回去找他 他说要有一样东西要给我们 是个好东西 冠军长袍 这可是个好东西 这件装备在穿着上之后可以看到敌人的血量 而且他在升满级的情况下是 或者说是和同级别相比的话 他的防御力是最高的一件 我们现在就可以拿着他去升级 升级的话需要的材料很简单 就在大妖精旁边有三朵这个花 这个沉默公主这朵花要三颗 然后直接就可以在大妖精这里升级了 初始就是防御力就是五 然后升一级之后防御力就有八 然后二三四 最高是四星算是四级吧 就是零一二三四 一共五个等级 虽然说是从零到四 那么好的 这一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期要把这一块区域的 之前任务做一做 然后找找这附近的雅哈哈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了加黑桶谷歌的新浪微博哦 没关系 感谢观看